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CMX 西傅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 你可以让你免费赚iTunes的钱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先进去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运作方式就是你只要下载 下载免费的应用程式 它就会给你点数 那这个点数只要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呢 你就可以换Amazon的Gift Card 还有iTunes Gift Card 好 那现在我要教你们怎么把这个应用程式 把这个网页变成一个应用程式 好 那这里有个按钮 按下去 之后呢 这里Add to Home Screen 那你进去之后 它会叫你 它就会下载到你的主画面萤幕上 然后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应用程式 像这样它就真的变成一个应用程式 所以就不是网页 那接下来呢 这里 它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应用程式 所以你每天只要下载 下载 然后寄到一定的点数之后 你就会免费换iTunes的点数 那现在 我们就来先下载一个程式 试试看 那接下来你就按OK 之后它就会直接帮你带到App Store 应用程式的商店 然后呢 你就把那个程式下载 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 不用再花钱 那下载完成之后 要把它打开 好 接下来 打开 要让它用这个应用程式30秒 至少30秒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程式 不过就 反正就是给它用 用个30秒 让 让它有办法 跟 刚刚那个网站的系统结合 这样表示你有 它才会知道你有下载 那 反正就是给它用 用30秒过后呢 你就可以去刚刚的应用程式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查看你的点数 那你的点数就会增加 那你就会看到这里变成680 表示你刚刚下载的应用程式有成功 那如果你一进去没有看到它的变化 可能要再等个一下子 它这里就会自动变成 变成 它就会把你的点数加上去 这就是一个可以免费赚 iTunes点数的一个方法 那真的蛮好用的 因为它 完全免费 你只要有一点 你的iPhone或者是iPad 上面有点空间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 如果你想赚一些免费的 一些iTunes点数 然后去下载一些你喜欢的游戏的话 这样存个几天 你就会赚很多很多钱 像现在这有 10块钱的iTunes gift card 要3000点 我才刚用 下载了两个应用程式 就680点了 所以你只要再存 把 把刚刚这里的 把刚刚这里的点数都下 把刚刚这里的这个 程式都下载一下 然后再过个 在 明天它会更新更多 然后就把它下载 就 就可以赚更多点数 那就差不多这样子啰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那也不要忘记去 CDR Master西夫的Facebook粉丝团 去按个赞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啰 拜拜 拜拜